小老太太 肯定没什么好事啊 喂 妈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 逛街 安迪陪我一起逛街 不是 你等会儿 您跟谁 安迪 这次可不是我逼他啊 是他心甘情愿的 护送我到宾馆 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安排 需不需要接送什么的 你知道吗 他对你呀 还是有感情的 你们还是有挽回余地的 之前呢 我真的不是太了解他 通过这一天下来呀 我觉得他人非常好 他是面冷 心热 这都找不人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他了啊 不是 妈 您喜欢已经没有用了 我跟安迪已经分手了 您就别瞎掺和了 行吗 怎么是瞎掺和呢 或是在帮你们创造机会 等我一走 您马上给人家赔礼道歉 趁热大铁 千万不要辜负我一番心意啊 不是 虽然您是我妈妈 但是凡事咱得讲个道理 当初我不让您招惹安迪 是您查来查去把人惹毛了 现在让我道歉 他合适吗 他不合适 不说了啊 他过来了 方太太 方太太 咱们以后找机会聊啊 再约吃饭喝茶的 拜拜 拜拜 您这到底是张太太还是 没礼貌 安迪 你看这衣服怎么样啊 我觉得这个牌子的衣服 都挺适合您的 适合我 好 那你帮我参谋参谋 这件 还有这件 主人 您是在和一位中年妇女逛街吗 不能发愚 背头让我妈听见了 你是 安迪啊 给我个建议 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呢 我觉得深色这件吧 这件会显得人修长一点 我去试试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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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逛街 再逛街 儿子 安迪很有耐心地陪我选衣服 养你这个儿子我真是白养了 十年你都没陪我逛过一次街 这个我都不说了 接下来你约安迪逛逛街 是女人呀 都喜欢买衣服买包的 妈 您是想说包治百病吗 没用 我还姓包呢 我跟安迪已经遵守了 以后没机会逛街了 你好 你母亲还是挺有主见的 她让我帮她选衣服 我帮她选了深色 不过她还是选了她更喜欢的 那不叫主见 那叫固执 那个你小心点啊 别让我妈看你微信 回头再穿帮了 安迪啊 还是你的眼光好 这件是显得臃腫一些 其实也蛮好看的 我再试试这件 好 刚才我看见你在看手机 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 没有没有 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去试试啊 我发现啊 安迪电话来往频繁 可能是有别的追求者在追她 你放心 我已经把安迪软化了 我不跟你说了 好像你妈妈发现我在发微信 小心穿帮啊 你一定要约约她 逛逛街 吃吃饭 喝喝红酒 喝喝咖啡 一定能摆平的 如果不行 你就不要说是我儿子了 这将来 要是这两个人联起手来 肯定没有我好日子多 安迪 我就这两件了啊 阿婷呢 只选上这两件 好的 请稍等 安迪 真的没有看上他们 任何一件吗 不用了 谢谢 没事 不不不 我看那件还不错 挺亮的 特别适合你 不用了 不用了 其实我平时很少买衣服的 你真为我省钱 我先打个电话啊 好